小云最喜欢一个名叫Gigi的爱豆 经常活跃在评论区 有一天她刷快手的时候收到一条私信 恭喜你成为Gigi应援团第9999位粉宝 加这个Q号有惊喜哦 天啊是Gigi 你好云宝 谢谢你对我的支持 你的每条留言每次打勾我都知道 能和Gigi加好友 简直像做梦 云宝大事不好我的口号被盗了 很多隐私都泄露了 啊那怎么办 这个号只有你和很少人知道 现在你也有嫌疑 你嫁一下我事务所的律师 让他跟你谈 不是我Gigi我没有 云宝我相信你是无辜的 但法律程序必须走 希望你能配合调查 早点证明你的清白 那好吧 小云只好又加了律师的好友 这是我的工作证委托书律师执照 事务所以授权由我 全权代替受害人Gigi进行调查 真的不是我先露的 口说无凭 我要调查你家的银行账户 是否有异常资金往来 你要遵守保密原则 不能把正在接受调查的事告诉任何人 父母也不行 那好吧 先把你母亲的银行卡号告诉我 找个机会悄悄拿到她的手机 我会告诉你怎么操作 不行啊 手机妈妈一直在用 那我只能报警 让警察把你抓走审问 到时候记入档案 你一辈子都毁了 别抓我 我拿到妈妈的手机了 快 把收到的验证码告诉我 记住 这件事一定要保密 收到的银行短信全部删掉 在这起案例中 骗子假冒律师身份办案 又通过恐吓孩子 让他们不敢向父母求助 律师或公检法机构办案 不会通过电话 QQ 微信 或其他通讯软件 家长一定要告诉孩子 遇到有人诱惑或威胁你进行转账 一定要及时告诉父母